16日前瞻 短道南队冲金 空中技巧两老将力争圆梦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在16日将产生八枚金牌 已经拿到六金的中国代表团 将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短道队会再次登场 他们要力争以金牌结束冬奥会之旅 齐广普贾宗阳两位老将 会在空中技巧决赛里争取佳绩 苏一鸣在15日赢得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的金牌 这是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的第六金 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 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 16日中国健儿们要争取把最好成绩再向前推一步 短道速华赛事将进入最后一天 会产生最后两枚金牌 武大进和任紫薇要带领中国队 去冲击男子5000米接力的冠军 匈牙利队是该项目的未免冠军 荷兰队是2021年世锦赛冠军 可这两支队伍都没有进入A组决赛 本赛季短道世界杯的积分榜上 加拿大队领跑男团接力 韩国队紧随其后 他们两队是这个项目的最大热门 当然有五大进 任紫薇压阵的中国队不容忽视 只要中国队能做好交接棒 避免犯规 还是很有希望去冲击奖牌甚至金牌的 至于另一个项目女子1500米 这是韩国队的绝对优势项目 崔敏进是该项目的未免冠军 李有斌本赛季在世界杯积分榜排名首位 他们是夺金的热门 荷兰名将舒尔廷 是2021年世锦赛冠军 世界杯积分榜排在第二 他要努力去挑战韩国队 中国队派出张雨婷 韩雨彤和张楚彤三人参赛 他们不需要有任何保留 在场上要放手一搏 不要给自己的北京冬奥之旅 留下任何遗憾 中国队在16日的另一个冲金点 就是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 资格赛里 齐广普和贾宗阳的得分排名前两位 他们会在决赛第一轮里最后两个出场 齐广普拿到过两次世锦赛冠军 他在混团比赛得到银牌 与徐梦桃一样 齐广普也是冬奥会的四朝元老 在此前三届他都与奖牌无援 这一次要向金牌发起冲击 贾宗阳也是第四次参加冬奥会 他在索契拿到铜牌 平昌拿到银牌 不知道是否会在北京换成金牌 此前进行的混团决赛里 贾宗阳的失误导致中国对斋的银牌 这会给他带来更多在个人赛 证明自己的动力 两位中国名将面对不少高手的挑战 乌克兰的阿布拉门科 是该项目的未免冠军 美国的莉莉斯在混团决赛里 成功完成了一个难度细数为伍的动作 他们都是两位中国老将冲击佳季的强敌 16日的另外几枚金牌 分别是冬季两项女子接力 高山滑雪男子回转 越野滑雪男子和女子团体 自由式滑雪男子破面障碍技巧比赛 中国队在这些项目不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 冰湖男女团体比赛 在16日继续进行循环赛 因为俄澳队在15日击败加拿大队 中国男队已无缘进入四强 他们要在对阵瑞士队时全力争胜 争取用胜利结束冬奥之旅 中国女队将面临一日双赛 对手分别是英国队和加拿大队 目前女子冰湖还没有队伍锁定四强 中国队仍有一丝希望 最后两场对阵强大的英国队和加拿大队 中国队要全力争胜 如果这两场都能拿下 或许还有机会晋级